能愿把流浪 熟悉的橄榄树一想起 观众立刻沉醉在奇遇如天爱般的歌声中 而修佛多年的奇遇 十多年前转入佛教音乐 以它特有的嘹亮歌声 加上流行的曲风 让佛曲走进更多人的心 所有的缺失 所有的要完善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进程 都是要自己去努力去成为的 所以橄榄树幻化成自己 要期待自己成为自己心中的那个 以为是年轻的理想的那一棵橄榄树 很难想象这样多元的曲风 是由五位视障朋友所演奏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用心 用音乐感受世界 他们是五眼乐团 已经成军超过二十年了 而这场音乐会是由三个公益单位 为关怀社会弱势所发起的活动 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真的需要我们多加以关怀 尽一份心 我们只是一个小螺丝帽 但是每一个小螺丝帽 如果都能够装好的话 那个美丽的机器 自然能够呈现世界 跟一般那个音乐会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就是说用残茶的方式来表现出 就是说另外一种优质的音乐的表现 以音乐结合茶道 为听众创造不同的音乐会体验 也希望提升大众对弱势议题的重视 为身心障碍者和偏乡弱势孩童 付出爱心 以及提供表演的舞台 能见卫视叶云吴志恒台北采访报导